人家常说 交有一老如有一宝 这句话放在动漫的世界里 格外能显得它的正确性 毕竟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越是看起来风足残年 就越是深不可测 但凡在那些热血战斗番中 出现个老头 他们就会向定海神针 力挽狂澜 给队友带来希望 让对手颤抖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 各个作品中的那些最强的老头 在影片开始前 让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鬼灭之刃作为近几年来的 超高人气动漫 自然就有了很多跨界联动的机会 所以早先在传说对决 推出新英雄 天才画师青燕石 就有不少玩家做出过猜测 这是又要跟鬼灭之刃做联动了吧 不得不说你们都太聪明了吧 还真的给猜中啦 是的 目前官方终于宣布 感人那传说对决 即将和鬼灭之刃展开一系列联动合作 在55号团结来临之际 主角炭之狼和妹妹米豆子 兄妹俩将一同降临传说战场 为这个战场添加更多景色 天才画师青燕 将化身炭之狼 并交女齐罗 则会以弥豆子的形象现身 自5月1日起降临传说战场 当然惊喜不止这些 活动期间还有丰富奖励等你来拿 比如联动造型 比如表情 比如头像等等等等 不光是让鬼灭的粉丝 感受打破吃元币带来的惊喜 还可以让所有玩家在游戏中 一睹兄妹俩的风采 想要拥有同款米豆子和炭之狼大 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就从火影说起吧 里面最有资格 冠上最强头衔的老头 非三代火影原非热展莫属 他是全能型的人者 精通 注意是精通 五种查克拉属性的人数 五边型战士 拥有人数教授的称号 这称呼可不是浪德虚名 他培养出的弟子自来眼 刚手大舌丸 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威震人界 三代的墙不是我自己信口开河 火影忍者前期给的官方设定 就是最强火影 不幸可以去翻翻灵之书 就这样的人物 哪怕是垂垂牢 战斗力也照样给敌人够呛的 大舌丸入侵木叶村的时候 岳飞热展差不多都要七十了 可是身手反应依旧敏捷 净凭一双肉眼 就分辨出了大舌丸的结印 之后凭一举之力 对抗灰图转身的一代二代火影 又在原魔的协助下和大舌丸打得不相上下 一打三 灰图转身还是打不死的那种 年纪又百在那 体力对于岳飞是个大问题 要彻底解决这个大麻烦 就得兵型显着 这就是活得久的优点 见识多 懂得竞数也多 原飞使用尸鬼封禁 封印了两代火影 本来是可以一换三的 结果因为大舌丸封印过程中的偷袭 只封印了他的双手 大舌丸最后是用不了人数 这最多算封印了半个大舌丸 所以结果是一换2.5个 虽说没有尽如人意吧 但这个战绩已经很可观了 毕竟不是每个古兮老人 都能有这种成就的 说完火影再来看看海贼王 海贼王里面身长不露的老头可太多了 卡普战国金狮子雷厉 可选来选去还是过去的人的地位更难动摇 我选择白胡子 别管他那个世界最强的男人是什么时候的称号 至少他拥有过 即使年老体衰 实力早已不再巅峰 但不是都说受死的骆驼比马大马 更何况还是活着的 拥有阵阵果实就注定白胡子再怎么衰弱 也能屹立在金字塔的顶端 身染中病又如何 一样下得敌人严阵以待 双手一挥就是山崩海啸 水手一炒就让马林凡多地动山摇 就用了驱止可数的那么几次果实能力 就足以让海军人仰马翻乱作一团 退一步将就算不用果实能力 就单凭他手中那把虫鱼切 一样没人可以进他身 走哪都很少一片 支援陆飞对抗海军三大将 受了几百处的伤 哪怕是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 还是能反杀黑胡子 讲真 要不是老爹心软啦 黑胡子真能被他当场带走 这样三大名够慢 自然不能少了死神啊 说到死神 那必然是护庭十三队总队长 三本源流在中国啊 四魂界最强死神 斩破刀也是最强的 年龄应该也是 今天的所有人中最大的了吧 相当于四魂界的存在时间 大概一百万年 三本总队长的斩破刀叫流刃落火 属于炎日系最强 释放范围最广的斩破刀 光是十阶就能比得上 其他队长的万劫了 可以释放出大量超高温的火焰 看比太阳表面温度 连大气都能燃烧 如果要万劫整个精灵亭 能都能感受到 三本老爷子的灵压变化 温度能达到太阳核心的温度 连东四郎的万劫都能给融化 还能唤醒刀下亡魂 可见多恐怖啊 难怪所有大波上来 就知道要封印他的斩破刀呢 就像对付蓝蓝奈毁一样 老爷子大意啦 他没想到自己的刀会被封印 不然上来一个万劫 对方就团灭了 他怎么永远没有自己会被针对的自觉呢 不仰以为三本种队长没有了斩破刀 就只能坐以待毙 他的轨道剃数 在所有队长中也都是最强的 一圈就能摧毁几座大楼 一刀火葬让三本在重伤的情况下 还能打伤懒染出了体能 这老头好像没有任何方面会输给后备们 妖精尾巴工会的会长马卡罗夫 是个身高看起来不起眼的和蔼可亲的小老头 不过他的实力和魔力在盛世中 却是名列前茅的 说是这么说啦 可事实上看了这么久的妖精尾巴 都鲜少见他出手就很让人怀疑他 咋的有那么厉害嘛 一般像这种老头都是威慑作用 大过实际作用的啊 要么一开始就被束手束脚 要么没机会参与 总之很难看到我们会长大显身手的英勇神之 一旦看到他出手那必定是相当糟糕的情况 在绝境中为全员重振信心和希望 毕竟你见过谁每天拿压箱底的必杀剂 当普通攻击用啊 会长最擅长使用以光为武器的光魔法 妖精法律虽然是超魔法 应该也算是光魔法的一种 用神圣之光湮灭黑暗 打击术法范围内 所有被束者认定为敌人的目标 就连幽灵工会的会长都卡不住这一招 还有巨大化魔法 让自己的身体变大 变成跟天狼岛一样大小的巨人 或者只让身体一部分巨大化 鹿...鹿飞? 这份量足以可以和黑龙媲美 能轻松击溃有强化装甲的战剑 肉身抗住魔岛级速炮 还能拖住黑龙 为其他人换取逃生的希望 只要有会长在后面支撑着 就总觉得还没有到真正绝望的时候 摸着良心说一句 没有归仙人就没有孙悟空 虽然到了后面 归仙人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但无可否认前期这老头的确也是最强的 被称为武术之神 登顶过世界第一的武道家 顺悟空的第一位师傅 战斗力值为139 想当年他用他的得意技能规牌去攻 一击熄灭了火焰山的熊熊大火 那震撼场面 瞬间就扭转了不可靠射老头的印象 打死好帅啊 后来还化名成龙 偷偷去参加武道会 轻松击败自己的弟子雅木曹和克林 最惊强的还是和悟空的师徒对决 面对化身巨猿的悟空 老头进入MAX形态 身体巨大化能够发挥最强的战斗力 又是一招跪牌奇弓 直接打爆了月亮 实在是彪悍 这威风不减当年啊 即使到了后来的励志大会 年迈体弱的龟仙人也没脱过后退 他的表现还挺让人惊喜的啊 老年人有一样是年轻人很难追赶上的啊 就是经验 因为体力没法和年轻人比 所以在对战中更在意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打出最大伤害 所以龟仙人一开始就在到处观察 对遇到的对手都能有所了解 知道该如何应对 独立拿下了第四宇宙的三年杀 又让我看到了 当年舞蹈会上的那个有高手风范的龟仙人 银色辽瑶邦邦谷 在英雄协会S型英雄中排名第三 跟从未露面的第一和使用超能力的龙卷不同 邦谷摧毁敌人那只卡他的拳法 被誉为武术界的权威 用自己的方式让拳法进化 创出了必杀技流水岩岁拳 能流畅的搏挡掉敌人的攻击 然后抓住空挡 一起制胜 当然了邦谷所掌握的拳法 肯定不止流水岩岁拳 还有轰气空猎拳 和他哥哥一起用出来的组合剂 大德无功专老经厂脱壳 牙叉齿只用指尖 能够精准的命中极小的目标 威力示好不比猎食的拳头叉 帅神功是一种用来快速移动的步法 像流水一样让对手预测不到 种击正如就越沉越消 在舞蹈意图上道理也差不多 邦谷注重肉体和精神的锻炼 随着年龄的增长 拳法也会越来越精纯 到了他这个年纪 早就超越了一般高手的境界 可以说是仙人了 公司数是这么说的 你们就这么听着吧 反正对付一些龙及怪人不成问题 爱沙克尼特罗 猎人协会第十二代会长 也是一个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的称号的人 一个非常有趣可爱的老头 这种通常都是怪物来的 从他当年在飞机上一跃而下 落在众人面前就开始一直起来着 这个传说中最强究竟有多强 结果没想到他是个烟花般的老爷爷 尼特罗是工人的最强的念能力使用者 虽然据他本人说这是半世纪之前的事 但即使现在的实力连巅峰的一半都没有 老爷爷也太谦虚了 或许这是事实 可就这样还是能碾羊猫女 尿打绝大部分的念能力者 平时老会长看起来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可一旦投入战斗 那状态立马就变了 如宝剑除鞘 叙事待发 那剑水的身体 连年轻人看了都智慧不如 断了一手一脚 还照样能继续战斗下去 利用肌肉收缩封住了伤口 这得花费多少年 才能把肉体锻炼到这种地步啊 我不想说他和蚁王那场战斗 他有多厉害 毕竟尼特罗最后打败他 靠的并不是念能力 而是高科技武器 所以尼特罗使经浑身解数 都不能伤到分毫 所以我们单看他的念能力 百世观音 从身后召唤出巨大的前手观音 能从不同角度对敌人进行攻击 这个当时还被活影给借鉴了 要是你们看这眼熟也是很正常的 那些手就是最主要的攻击方式 看似笨重的观音巨像 攻击起来却没有想象中的迟缓 速度都能快到出现残影 而且威力巨大能碎山猎石 一掌过去 一王虽然不会受伤 可也扛不住巨长的横扫 这也就是蚁王 要是换做其他人 能接下会展的百世观音的 估计都没几个啦 巧舍夫巧士达的再次登场 是作为空调城太郎的外祖父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内 一个花白了头发胡子的老爷爷 虽然身材还是那么结束 可那份老态是无法掩盖的 只能说浪费了他的天赋 如果好好修炼波纹的话 是不可能老得这么快的 毕竟波纹七宫是可以延缓衰老的 再次登场 波纹七宫已经推出了主流战斗舞台了 该说二乔不愧是天才吗 他是唯一一个能掌握波纹七宫 又会适用替身攻击的人 虽然他的紫色赢者被吐槽是脆美用的替身 从外观看他类似于禁机 透过相机电视机等物品进行面造拍摄 可以透视远方 利用卢灰之类的东西进行面写画出地图 还能控制电器 或者用他当绳索缠困住对手 在替身的时代 波纹七宫已经不如之前那么好用了 但是凭借着二乔的聪明机制 他让都很稽乐的波纹和紫色赢者都成了强大的武器 面对迪奥时 二乔将灌注了波纹的紫色赢者 像高压线一样缠在自己身上 借此防护迪奥的攻击 只要一碰到他的身体 就会被波纹所伤 真是个足智多磨的老家伙啊 经典老爷车 格兰特里诺 传说中的超级英雄 现代的盟友 其实已经隐退很久了 在网上都收不到任何相关资料的那种 要不是欧尔麦特的推荐 绿谷说不定能把他当成骗子 格兰特利诺 曾经是欧尔麦特的班主任 虽然只有短短一年 可是给欧尔麦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心理阴影 而且他还算是绿谷出酒的第二位师傅 全靠他的交打指点 绿谷才能掌握教育力量的方法 别的不说 就当老师这一方面还是很优秀的啊 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的奇怪小老头 要么认不出绿谷 要么就叫错名字 总是聊着聊着就跳线啦 时而震惊 时而变傻 耐心不好的人估计容易聊崩溃 其实老汤易壮 身手依旧矫健 格兰特利诺的个性是喷射 能从脚底喷射出空气 在空中自由飞翔 速度极快 只靠肉眼根本无法看到他的移动轨迹 借着着陆点反弹 就可以进行多次快速移动 很难让对手抓住中击 在这种速度的基础上 加上拳脚攻击 就能增加杀伤力 大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还没看清那就被打倒了 不知道大家在宙斯回战看到热言士下展出场的时候 有没有那么几分似曾相似的感觉呢 从穿着打扮到外形 这不就是三本老爷爷了吗 就是胡子断了点 是我转错台了还是他走错棚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作者故意为之 热言士加上这个角色的灵感 就是借鉴了三本总队长 哦 还有尼特罗会长 大概是脱衣有肉 这一点是和会长挺像的啊 热言士校长实力究竟有多强 动画还没来得及 大势渲染 但观看他那气场 就知道这老头不好惹 京都福利宙属高专校长 宙属会守旧派的领军人物 都快八十岁的人了 还不消停 赤骨账为眼中钉 为了除掉他 伤心兵狂道要在交流会中 释放准一级骤灵 这做法 您是反派吧 看老爷爷的打扮举止 给人感觉他的能力应该会和剑刀啊 气功这一类有关 然后 当他和主物柔罩对上台后 差点没尽掉我眼镜 那么保守的老爷爷 居然会玩摇滚 这也太吵了吧 但是看他拎着个黑箱子跑时 还好奇呢 里面撞的狙击枪 没想到他竟然从里面 掏出一把电吉他 好家伙 那衣服一脱 一身肌肉 狗搂的小身板 瞬间挺得笔直 充满了爆发力 一点都不松松垮垮 其实这就是乐言式的咒术 用音乐攻击对手 把自己当作音响 将演奏的旋律进行征服 以咒力的形式攻击 适合中远距离的输出 还没等看到他被进身后 会有什么表现啊 就被五条物抢人头啦 不过我估计也不会弱 大不过五条物 对付这些慈美亡良 还是不成问题啦 最后真心一句话 老爷爷谈起他 真帅啊 好啦 以上就是本影片的全部内容啦 都说美人沉默 英雄白头 最叫人唏嘘 但是今天登场的这些老爷爷 用实际行动再证明 老哲老姨壮性不已 虽然新时代 已经没有能承载他们的船 可他们依旧有余力 去推动后浪的前行 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撼动的啊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